我們是蘇萬平反行動大隊 是台灣人的基金會阿哥人本教育我們教基金會阿哥我民進師發育基金會我們主席的一個平反大隊 那我們的行程就是一路從最南的鵝鑾鼻然後昨天也有到高雄然後台南然後現在到嘉義然後明天要去彰化 那我們最後會到台灣最北的富貴角燈塔 那為什麼要從最南到最北因為這是出界人他們三個人就是自由的最大的界限 因為他們現在就限制出境不能離開這個台灣本島這樣 那因為11月12號他們又要再一次宣判那我們是覺得說這一個案子就是 是一個沒有任何證據然後就是一再被判死的這樣的一個案子非常不合理 那我們很希望說在今年的11月12號就是可以他們真正的計劃這樣 然後就是等一下看這個是導火殺人計時三然後是那個蔡崇武導演拍的 那他之前也拍過導火殺人計時是在講出案 那這個是比較新的一些就是他們的一些境況的發展 然後也有拍整個受害者家訊的部分 那大家看完看有什麼問題可以就是劍河跟你訓動過來 那大家可以就問他們這樣子 剛接受副本的時候是 有點像 發揮更審 最高法院認為高院何怡婷法官指名被告註 因為唯一也能講的 但是你大概講的是 你講立即的是不是 那是不是然後做的話想覺得 根本不知 破完將盡的席子盡差 成為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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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要相信我自己 我們你幾個案子有了解 就是無了解 藏入也是無藏入 有關心也是無藏 關心齁 其實政府啊 一個國家一個司法體系啊 它可以帶來的災難真的是 讓人很難你去想像 像我自己啊 我剛好前陣子有去參觀過那個彰化監獄 去那個地方然後有一天 就是在那個裡面然後有一個行程這樣子 然後啊我就剛好想到我最近有看那個 看一些早期的一些早期台灣50年代的那個紀錄啊 其實在50年代那個時候那些人是怎麼走過來 那個時候你有可能會因為一張漫畫而入獄 像國養或者是像陳昱貞啊組織一個讀書會 結果就被抓去監獄裡面服刑 其實像這樣子的事情啊在我們台灣的 算是二三十年前這種事件是非常非常的多 一個司法體系啊它如果盲目啊然後又自以為是的這種心態啊 放任它一直去去成長的話 其實它是會出現相當多的不幸的一些事件 像我前陣子有看那個侯孝賢的悲情城市嘛 他那時候就是在敘述搞那個改朝換代的那個 台灣的那個年代的一些現況啊 其實你就可以很明顯的感覺到那種 你只是很單純的因為一些而已啊 或者是別人的想要陷害一個簡單的誣告啊 或是什麼樣你就有可能會被抓去像那種監獄啊 或者是看守所這樣的地方 然後在那個地方你明明是清白 可是你沒有辦法為自己說任何話 那種非常恐怖的煎熬啊 甚至你看到有很多人他們都還很年輕 可是他們的生命卻要在牢裡面度過十幾年 那種受挫的青春啊跟你自己本身所會受到那個傷害 其實是國家他也沒有辦法給你任何的補償 所以我覺得今天這個紀錄片啊 跟有很多為這件事情平反的人啊 我覺得這是一個相當不容易的一個情操 因為有了這些人願意站出來 然後幫他們聲援講話 所以我們才有可能看到司法 他不再是以前那個可怕的國家的那個機器 讓他不會再這麼沒有任何反省 然後為所欲為去做一些事情 這案子發生了那個民國八十年嘛 當年其實齁 如果剛才這個我在跟他說的齁 他那...大家就知道說過去齁 他其實我們的事法齁齁是比較沒有的更正 警察齁齁 他也是以防案的事情 只是一般人來說 會比較誇張齁齁 要用不告什麼情書、審視啊 啊什麼...算看政府 那那時候當年就是... 我們現在就無名金廟就去 我便無名金廟去拿去實質分教 拿去之後他也不讓我跟家裡的記念 也不能請律師 那時候警察一定要有心靈犯罪 因為後面 父母去把鑑餐人陳情 他也有做過的調查 因為我在警察局 約30分鐘 都一直去拿去 因為那時候就沒辦法 因為他一直要說我有去犯罪 那兩個警察在問 就開始問 因為檢察官我未來的時候 警察就是 我一年就拿著 做好的筆劃 一直要叫我 涼 叫我罪 有檢察官我看 叫我的教會國 我就是有跟檢察官說 五十三次說 我沒有犯罪 南醫以前都沒有調查 那時候在抗三年的時候 我講比較有調查 那時候檢察官就是 那這個檢察官 他就是那個 日公園 誰 他就是 要照好 叫我們簽名回去 那我相信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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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那個制法 那時候 我當時 我是因為 警察局 我說 那我那個 露營大 那時候 有露營到的 我當年 我想說 因為死刑 比較冷的時候 差不多六天到十天 會去侵賞 台灣 過程 當然現在 算說 因為說大家 會反對說 這個死刑 到底好或壞 所以說現在 會比較注重 當然說 他要越 越嚴謹 就對了 各位有想過說 這 這 這少年應該沒想過說 你如果說名財就要死了 那你現在要簽名 有想過嗎 我當年 就算了 我寫三封的醫師 一封當然 給我 北部 給我家的人 一封給誰呢 一封給我們 那個徳書 我跟他說 雖然我 可能這幾天 我就會死了 不過我 算說 拜託 有勤救他 繼續替我洗手 晚睡 我第三封寫有什麼 我第三封就寫有 現在的 總統 馬英雄 馬英雄 前世呢 當年是做法有保證 我還寫有 那個 檢察總頂 因為 我想寫有他 是因為那時候 我們非常 他替我們非常 最初第一次的 失敗 他認為說 這個案子有問題 他要求 因為法官要重新調查 但是 最高反應 那時候是補貨的 就說 我們這個沒有問題 我當年 想法警察 跟我負責 叫我做 那個 不是事實的 一筆路 就是因為 他沒有陰 沒有陰 沒有陰 現場沒有第三者 台灣 就是因為 沒有科學 他們都違反政府 他們就說 啊 所以 警察就說 我就幫你抓來 幫你打牌 你心靈 就能頂嘴了 反正 反應你就是這樣頂嘴 他不會管理 你心靈是舒適 還是假 啊 所以呢 現在就是說 我會說 這段時間 就是說 我們現在 思法開始有進步 民國九十年的時候 有 那個立法院有中心立法 有很多的 會跟人 警官 或是 一些保障 所以呢 現在就是 你可以 你如果去警察局 有錄音錄音 雖然說 聽聽聽 有時候聽說 警察都知道警察局 會不會打打打的 你去錄音錄音 你也看到沒有 但是 他的研究就是要兼就 現在如果 沒有人記名 警察說 卡電給你 或是幫你擱口頭說 你來去警察局 我有大事要問你 啊 同學你要去嗎 很聰明 他沒有去 他沒有那個 主結 我們現在就說 你去警察局 他要進行 有通知書 還有 你去第一次去警察局 現在都免費的 可以 叫律師 過程去警察局 這就是 他就要聽聽說 警察 他又是用自己擱口 因為就是 任委你有 他免政府 他任委你有 你就慘了 你現在不能說 跟你抓來說 你要怎麼證明 你自己沒做 我們過去是這樣 去用信 他不是說 欸 你 自己抓來說 我檢察局 我有政府 我起訴你有多 這是電動法 所以說 這也是一個進步 比較有那個 靈館的那個 概念 行事科學 建事中心 中旬開始有了 還是 今年才開始啟動 我願意說 我們不要去萬分 就是因為 我希望說 我們有一個 更好的社會 更好的手法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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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